蝴蝶 蝴蝶 生得着美丽 小美 你知道若先后被两种 带不同型登革热病毒的蚊子叮咬后 会引发自死性 出血性登革热吗 蛤 什么 我看你真的是蚊子 蝴蝶 傻傻分不清楚 咦 登革热跟蚊子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你知道造成传播登革热的蚊子 主要是埃及斑蚊及白线斑蚊吗 其中传染力较强的是埃及斑蚊 而它主要生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 及雅热带地区 因此台湾地区登革热的流行 主要分布在嘉义以南等地方 而埃及斑蚊在传播登革热上 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主要是因为它的寿命比较长 哇 那蚊子是如何传染登革热的呢 嗯 让我来好好的跟你说一说 当蚊子叮咬到罹患登革热病毒的病人时 含病毒的血液会从蚊子的口气 单向吸入肠胃道 之后病毒会在蚊子的肠胃进行复制 而病毒经由肠胃道进入到唾液腺的过程 大约需要10天 因此当它叮咬了寒登革热病毒血症的患者 8到12天之后 它将终身具有传播病毒的能力 而白线斑蚊的寿命只有14天 埃及斑蚊的寿命有30天 因此埃及斑蚊能够散播病毒的时间 就比白线斑蚊强了许多呢 哦 原来如此啊 那么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还有什么不同呢 嗯 当然咯 除了寿命的差别之外 埃及斑蚊的成蚊体型比较大 喜欢在室内活动 所以比较有机会与人接触 同时它的感觉比较敏感 容易因为人体的动作而飞走 所以通常一次要吸很多人的血 才会饱 这也使得它传播病毒的能力 比白线斑蚊更为广泛呢 哇 埃及斑蚊真是太厉害了 可是这跟出血性登革热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 这主要是因为 造成出血性登革热的疾病基转 是因为登革热病毒总共有四种不同的行别 当重复感染相似行别的病毒时 容易造成身体免疫系统的错乱 这个就让我来好好的跟你说明一下 假设当我们第一次感染到 第一型登革热病毒时 身体就会记忆下第一型病毒的抗原 而在血管中产生第一型的抗体 而当疾病痊愈后 剩下少数第一型的抗体 就会潜伏在血液中保护我们 不再受到第一型登革热的感染 但是当患者再次感染登革热时 若此次感染的登革热病毒 与第一次感染的病毒型不同时 因为同样都属于登革热病毒群 所以它们的抗原结构 是很类似的 这时身体的免疫反应 无法立即辨别它们之间微小的差异 因此会立即产生许多低型的抗体 来对抗这个病毒 当抗体与抗原结合后 会变成许多的免疫复合体 而这些免疫复合体 会活化许多其他的免疫反应 进而造成许多其他的抗体 如自体抗体 抗血小板抗体 抗血管内皮细胞抗体等 渐渐的这些抗体 便会开始攻击血管壁 而使血管内皮细胞受损 血液便会由血管中 不断地渗到组织间隙中 这种情况 如果发生在肝脏细胞 肝脏细胞就会因此而被破坏 由于肝脏细胞受损 会影响身体血液凝固的作用 因此就会造成全身弥漫性的 自发性出血 而在身体皮肤各处 出现了类似出血 瘀青等情形 这就是所谓的出血性登革热了 出血性登革热 其他的症状还包括了 牙龈出血 流鼻血 皮下出血 消化道出血 各种不同的出血 会造成血压下降 甚至休克 以及死亡呢 哇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我们要如何预防登革热呢 防止登革热 最重要的就是扑杀病霉纹 以及预防被蚊子叮咬 根据卫福部疾管局的建议 家中应装设纱窗 纱门 使用补蚊灯 睡觉时最好挂蚊帐 以减少病霉纹进入家中 此外 定期检视 并清除室内外 可能的积水容器 以主角 资深源决绝的生长 同时应尽量避免被蚊子叮咬 平日去菜市场 或者是公园等护卫长手池 最好穿着浅色 长袖的衣服 也可以在身上 涂抹一些 卫福部合可的防蚊液 这些都有助于 防范蚊子的生长与叮咬哦 杜绝灯格热 你我有责任